拆下黑色遮布 小杂货店营业中 18岁的格温尼斯 是单亲妈妈 艾斯特的好帮手 艾斯特的儿子 2010年因脑流往生 现在母女相依为命 慈济菲律宾分会编织直讯班 他们经历几次的推荐之后 手艺越来越纯熟 现在他们可以领材料 在家编织做店 兼顾杂货店 也将要终止多年来 慈济照顾户的身份 大爱新闻珍妮尔 本巴奎洛菲律宾报道